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尹徐琦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介紹一套 晚明17世紀的故秀作品 這套故秀作品叫做《故秀人物故事圖冊》 是香港私人收藏家賀琪斯 Chris Hall先生的一套收藏 故秀原本是晚明至青初重江府顧明世家族的女眷所製作的一種刺手 由於顧秀始創地是顧明世在重江府收足的圓林叫做老鄉圓 所以又叫做老鄉圓壽 故秀是以結合高超的秀藝和濃郁的畫耳來享負盛名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的《故秀人物故事圖冊》 就是一套非常精彩的作品 很能夠體現故秀以針代筆寫生如畫的特點 全套的故秀有十開 它的圖像是來自不同的來源 有些是全世的粉本、畫譜或者集劇 它充分體現了故秀博宰眾場的特點 而且也體現到故秀很豐富的藝術性和時代性 讓我和大家看看第一開 第一開是叫做《圓和與美圖》 取材至圓名集劇《李雅仙》《花首曲江詞》 它所聚述的是唐朝的公子鄭圓和 他赴經考試途中 在曲江詞盤遇到兩個妓女 叫做李雅仙和劉桃花 鄭圓和看到李雅仙非常之覺得她漂亮 因此很心動 在這時候她三次在馬上把馬鞭跌落地下的故事 叫做《三舵馬鞭》的故事 首面上描繪的是冒春時分、行花盛放、燕子翻飛 拆馬的鄭圓和看著劉閣上李雅仙 兩個搖相對望的場景 這套售冊是以畫稿為秀本的 主體以刺繡來覆蓋、以秀為主、以畫為庫 在針法上是以參針為主 參針又叫做長短針 針織是參差不齊、互相錯途 最適合用來表現比較大而自然的畫面 又或者是色彩的變化、不受層次的限制 而內部線條每一組線之間通常都會留有空隙 我們稱為水爐,形成像細不繪畫的線條一樣 另外,在歐勒山石和雲的輪廓的時候 亦會用滾針 後針在前針的二分之一處落針 針織在前針之下,形成彎彎曲曲的線條 又等我們看看第二開 第二開是《月夜聽琴徒》 《取材志》《原集劇》《三門島》《將生煮海》 最述的是一個很浪漫的場景 書生張生在東海古實投宿讀書 晚上自己在彈古琴 引來東海龍王的三女慶蓮前來傾聽 因此結下了恩怨 秀片是以海上蓮花來比喻慶蓮 月曰之下,張生在庭院裡墾香彈琴 秀片是穿著小花裙 跟侍女一起走進去廳琴 如果我們仔細看看 會見到秀片的花裙 是用了錦紋壽 像積感一樣的紋理去售出花紋 而中間還穿著一些很細的截肢花 而侍女的裙和比甲 就用深齒不同的藍色絲綫來刻畫 上面填了色彩 收工非常細緻 另外開第四開是漁人圖 刻畫的是漁船裡 兩個婦人 一個在煮飯 另一個跟小朋友在玩 在庭岸上面 有三個漁夫 他們直地而坐 很開心地在這裡喝酒 如果我們看看這幅構圖 這次不是來自集劇 而是來自晚明 故事畫譜 其中有關唐代嚴納德的畫稿 我們看到是很相似的 在故事畫譜裡面 其實嚴納德這個畫稿 被視為一個仿古的作品 即是像古代的畫稿 所以這一開其實有一個仿古的意味在頭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鏽片上面 是用了扎針的方法 去表現船縫拱形的竹竿 扎住了這樣的 另外呢 船蓬和魚流 上面就用了偏針 一個像竹偏的方法 用針來營造一個很像型的物料的效果 最後一開我想介紹的就是第十開 為水拼延頭 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姜戴公釣魚 他講述就是雙袖的時候 姜尚在衛水之濱釣魚 得到當時西伯基昌的賞識 最後將它形為太師的故事 這個故事在晚明的時候 被神魔小說 這個風神演義 將它轉化成一個很吸引的故事 所以姜尚當時就是風神演義的一個主角 那麼這個小說蜂魔一時 所以也都成為了很多的器物 裝飾的題材 在其中我們可以留意到 一些仔細的針法非常之有趣 在三隻旁邊那個橋的頂上 我們看到它用了一個孔雀羽毛針的針法 而在那把移障線上面 又用了一個輪針去表現波浪 都是用針線去圓生地 將不同的物象指現出來 而且旁邊我們看到 它用勸掩的手法和墨線 加入了更加多的色彩 所以可以說這套手冊 充分地體現了明目清楚 故事的藝術成就 在那裡 對面的鑼羽毛針的針法 讓你們看到 鑼羽毛針的針法 為人選擇 在那裡 為人選擇 在那裡 人選擇 對面的針法 在那裡 才能針法 要針法